大家好,我是戴班小雅 随着清仓美国AMC院线公司 王健林称霸全球的电影梦想宣告破灭 他曾重点布局的娱乐王国 现在只剩下了一家股份被屡次稀释的上市公司万达电影 以及一家可能处在亏损中的传奇影业 如果对比所拥有的娱乐资产 王健林的身家可能还比不上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 国内娱乐之王都当不起 就再别提全球了 经仓AMC投资收益9年翻倍5月23日 万达集团对外公告 截止2021年5月 万达集团全部退出了AMC公司董事会 仅保留AMC公司少数股权 累计收回14.76亿美元 截止目前 万达集团海外所有投资退出时均有收益 2012年5月 万达集团收购美国AMC院线公司100%的股权 交易总价31亿美元 这其中包含了7亿美元的实际收购价格 19亿美元的公司原有债务5亿美元的设备改造费用 日索特别强调这笔投资有收益 是因为收购后 第二年万达就推动了AMC在美国上市 承诺的设备改造费通过上市募资手段解决 而放弃控股权后 债务仍然是AMC公司的债务 实际的现金投资只有7亿美元 如果这么算 万达9年后赚回7.76亿美元 实现了翻倍 能为全球影院之王万达收购AMC的2012年 正是中国电影市场爆发时 而此时的美国影视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没有大增也没有大降 票房增速常年在10%以内波动 而旗下拥有346家影院 5028块银幕的美国第二大院线AMC 已连亏数年 万达神奇地拯救了AMC 并快速把它做大做强 在被收购的当年 AMC被实现了盈利 并在次年成功上市 这之后 AMC被万达附体 以新外露 2015-2017年 AMC接连收购了4家院线公司 包括在美国布局中小市场的连锁院线 Starplex Cinemas 拥有33家影院 346块银幕 主要布局在城郊及乡村区域的 美国第四大院线Carmac 拥有276家影院 2954 快银幕 占约20%市场份额的 欧洲第一大院线Odeon & UCI 拥有242家影院 2236块银幕 北欧最大院线Nordic 在瑞典 芬兰 挪威等国拥有68家影院 463块大银幕 并且是另外50家影院的投资人 这几次并购完成后 AMC在美国45周拥有663家影院 8380块银幕 在全球15国拥有超过1000家影院 1.1万块银幕 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院线集团 再加上中国的万达院线 及澳洲第二大院线Hoyce 安达成为全球独大的影院之王 获美国散户解救 2013-2016年 AMC实现连年盈利 净利润分别为3.64亿美元 0.64亿美元 1.04亿美元 1.12亿美元 2017年亏损4.87亿美元 这不光是因为当年北美票房收入欠佳 同比下滑约3.3% 对净利润影响较大的 是收购来的Carmac市场价值大幅下滑 低于账面价值 这时AMC在当年财报中 不得不做出具体减值的准备 2018年 AMC又实现了扭亏为盈 净利润为1.10亿美元 整体上看 在大手笔扩张的情况下 并购Carmac,Odeon & UCI Nordic分别耗资11亿美元 9.21亿英镑 9.3亿美元 AMC经营状况也还不错 这比收购王剑林 看起来并没有踩雷 只是捡到了宝 应该把这个全球电影之王的野心 继续推进下去的 但从2018年开始 万达开始逐步退出AMC控制权 因为那时候风向变了 万达遭遇断贷危机 巨额债务压顶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 清理海外资产 成了不得已的退路 但现在来看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 算是一种因祸得福 2019年 AMC亏损1.49亿美元 2020年遭遇全球新冠疫情 AMC亏损45.89亿美元 资金面承压 一度处在破产边缘 2018年 万达曾通过向银湖资本转让AMC股份 收回了5亿美元 此之后通过减持等 截至2020年底 万达 欢迎点赞关注小雅哦